那个鱼谦 我特喜欢鱼谦 我觉得鱼谦 老师 中国一说老师都觉得比自己老 其实鱼谦比我小 年龄就比我小 将近比我小十岁呢 辈分就更比我小了 怎么说辈分比我小呢 我这完全是开玩笑 完全是开玩笑 因为鱼谦的师父是师父宽 师父宽跟我是哥们 师父宽说怎么跟你是哥们 师父宽太跟我是哥们了 不但跟我哥们 我还有是照片为证 我跟师父宽成为哥们 是因为 因为是侯要 侯要文 你看这是 我跟鱼谦的师父 鱼谦的师父 这是我 这是鱼谦的师父 师父宽 鱼谦的师父 师父宽 鱼谦的 这是 侯要文啊 侯要文 哎 侯要文 这是我 海湾战争 我回来的时候 侯要文和 师父宽 编了一海湾战争的相声 但是我们这 人民的总理 当年定过规矩 外事无小事 就把这个相声给枪毙了 本来 侯要文指向这相声 上春晚呢 结果给枪毙了 哎 枪毙了 这还有一张 我再找一张 啊 啊 你看 是吧 我这白乎呢 你看我白乎呢 相声得接近 贴近生活 啊 你看 你看我边这侯要文 这表情 是吧 哎 这师父宽都捧根都不说话 都不说话了 嗯 这边这人呢 好像是叫 叫 叫什么来着 就这个人 后来我没有见过面啊 也是 是叫师圣洁 还是叫什么 我不记得了 因为 因为他没有 没有师父宽 和侯耀文有名 新华社记者拍这个的时候 就把他拍的是一侧影 嗯 那时候都是雷达表 雷达雷达雷达 雷达表 你看这个 有钱雷达表 嗯 要再说就更不像话了 我跟侯耀文他爸 是哥们 嘿 为什么呢 你看 这是我 这是侯耀文他爸 侯老爷子 啊 侯老爷子 我是哥们 我们是邻居 住得很近 啊 我住三座桥 北 他住三座桥南 确确的说 我住三座桥东北 他住三座桥西南 三座桥西南的什么地儿呢 你进阳脚灯胡同 阳脚灯胡同 往南边走一小胡同 叫北前串胡同 再往前走 就到南前串胡同 快到公共厕所那 那叫侯宝林的故居 嗯 那个人叫什么来着 嗯 郭德纲 徐德亮 徐德亮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 徐德亮纠正我说 应该说侯宝林 侯宝林 你老说侯宝林 有轻蔑之意 我们这边都说侯宝林 啊 都说侯宝林 嗯 这是我 年轻的时候 侯大师 侯老太爷 北大中文系的名誉教授 哎 我们俩在一起盘导 说你现在怎么这么贫呢 我这都跟侯老爷子学的啊 我跟侯要 侯要文 嗯 我们都是哥们啊 跟侯老爷子都是哥们 所以我们在这就乱了 为什么我这被风乱了呢 我是新华社记者 见谁采访谁啊 甭管是谁不认识 打个电话啊 假公济私都说 我想采访你 基本上这事就这事就成了 我觉得那个鱼谦特棒 就是什么呀 郭德纲说什么话 他都接得住 嗯 他一说什么话的时候 都白吃干头 让郭德纲那意思 那包袱能想了 啊 如果要不是鱼谦 鱼老爷子 啊 鱼老爷子 要不是鱼老爷子 就不行 嗯 那个我一会儿要去我师娘那儿 啊 就是肖前夫人文杰若 我师娘呢 给我写过一幅字 是我师父百岁的时候写的 唐师曾是师承肖前 成绩最好的一个 请注意 别说狠话 你看我刚才又说狠话了 物带脏字 已是精神文明 这字啊 让我拿鱼水给泡烂了 后来我徒弟穆罕默德 穆罕默德又给我接上了 怎么接上呢 他会表壶 嗯 他不是一般的表壶将 他会装表 如果你们家有画装表 你找我 我是两个装表的 一是我徒弟穆罕默德 他在故宫工作 他去故宫工作之前 他是首都博物馆的 他这装表跟谁学的 跟张伯居他女儿学的 就是那个大收藏家 张伯居啊 就是袁世凯 袁世凯的亲戚啊 袁世凯 让张伯居他爸 当的是盐业银行行长 还是什么行长 他有钱钱多呀 就什么都收藏 住我们后海 那人叫张伯居 我这鞋啊 我冷 我就把我鞋搁这烤 结果给他们烤着了 你看看 给烤着了 哎呦 给都露棉花了 嗯 这是 我也记不清这鞋啊 是金姐姐给我买的 还是江林给我买的 反而是 不是金姐姐 就是江林 金姐姐是小姐姐 江林是大姐姐 江林比我大八岁 嗯 金姐姐大概比我大一两岁吧 大我一两岁 就是姐姐 我刚才 我刚才要出 我跟我闺女说 在家等着爹 爹去看爹师娘去 你在家别淘气啊 一会儿爹把你送奶奶那儿 你吃奶奶的饭 听见没有 握握手 跟爹握握手 握握吧 握握吧 嗯 乖啊 乖在家给爹看家啊 坏人来了就咬他们 别让他们进爹的房间啊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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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穷人 所以就老对付 对付 这裤子我一看 前两天这裤子破了 破了 破了我自己就缝上了 说你还会缝裤子 旗帜缝裤子 我现在没有缝纫机 这裤子应该拿缝纫机砸一下 嗯 一下就对 哎 不然呢 我这人呢 我采访那个大熊猫的时候 右腿踝骨摔断过 我也没告任何人 我特别能忍 特别能忍 而且我觉得你在战场上 在工作中受伤 只能暴露 说你自己劳保没做好 你自己没保护好你自己的身体 怎么好意思跟别人说呢 我就强弩着 以后呢 这韧带自己长吧长吧长吧 又长上了 就是老荣誉 那叫崴脚 一崴脚就脱环 一崴脚就脱环 我自己都能再弄回去 时间长了 我的右腿比左腿周长啊 就细两寸 我右腿啊 都说人家两条腿一样粗 我的腿是等差数列 啊 一条腿细 一条腿更细 第三条腿更细 嗯 然后由于这个左边腿粗 右边腿细 所以我的裤子 老是左边磨破了 右边跟新的似的 嗯 你看我这裤子 是吧 左边挺好 我又老骑自行车 老骑自行车 你看左边是好的 右边就破了 右边就破了 都破成这样了 破成这样 破成这样 我舍不得扔 这裤子哪都没坏 就这破了 哎 然后我就里边 把老邓 老邓给我的旧军装里边 找了一块迷彩布 我就拿线 给包在这儿了 你看 嗯 繃在这儿了 但是这种补啊 不管用 这种补不管用 必须拿缝纵机 就啊 给砸上 得砸上 嗯 密集的砸上边就管用 啊 你看里边垫了一块布 当然也登录了屁股了 有这一块布 但是你从外边看 你看外边看 一膜 这样了 这样了 这怎么办 我一般通用的办法是拿块胶布 在里边再粘上 在里边粘上 老自己跟自己说 这裤子就穿这一次 然后就不穿了 然后就不穿了 我这有好多胶布 专门是粘裤子的 找一颜色差不多的 这蓝的 我的绿的呢 我的绿胶布呢 这是黑的 这是黑的 我的这个呢 这也不是 我的绿胶布到哪去了 这些胶布呢 全是也全是美地造的 这种胶布 你知道美地管这叫什么吗 叫scotch scotch就是苏格兰人 苏格兰人比我还扣逼呢 苏格兰人 苏格兰人就老爱 这拿这个 拿这个东西 粘啊 拿这粘修补破衣服 所以美国人就把苏格兰人发明的这种胶条 叫scotch scotch 嗯 scotch 我就先 我找不着绿的 我要粘上一黑的不好 嗯 我先 我就先这么穿上 反正去我师娘那 啊 破屁股就破屁股 我师娘也看不见 嗯 我师娘老眼昏花的 我把我屁股不对的师娘 师娘也看不出来 哎呀 我徒弟快来了 我徒弟接我 我就省好多事 啊 省好多事 我就不用接触外边人 进我徒弟车 我没打疫苗 我不 不大愿意坐公共汽车 我那肯骑自行车也不坐公共汽车 嗯 徒弟要来了 我赶紧 赶紧穿裤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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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